7月4号 云南蒙字一段全网寻找送迷途老人回家的外卖小哥的视频 引发了大量网友关注 最终呢 视频发布者于女士在众多网友的出谋画册下 找到了送几公公回家的外卖骑手 那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外卖小哥说当晚他着急送最后一单外卖便叮住老人在原地等他 可是他再次返回时 老人已经不知去向 还好最后找到了老人 能帮到老人 外卖小哥很开心